似乎是一整晚没睡 两个孩子的父亲看起来相当疲惫 和孩子的爷爷奶奶赶到殡仪馆相宴 三人都低着头不发一语快不离开 恐怕是没想到下手的竟然是孩子的妈妈 一次是和家人相处不愉快 酿成悲剧 夫妻俩结婚11年了 去年才从大陆回台湾跟公婆一起住 但是他们常常因为生活习惯不合 常常跟公婆有摩擦 起口脚 简姓母亲和当时在大陆湖南京商的丈夫 认识之后相恋结了婚 定居在大陆超过十年 定时回台湾探亲都没有异状 但去年搬回台湾后 丈夫改做保全一样要上班 一次是因为生活习惯问题 常常有摩擦沟通又出状况 当天早上起床又和公公婆婆吵了一架 婆婆讲台语以为是在骂她 父亲带两个女儿出门走进壁谈 虽然邻居看不太出异状 但因为家庭出现矛盾 加上减性嫌犯等于是离乡背景 定居台湾之后得面临文化上的各种差异 心理压力恐怕也会越来越大 独自面对种种压力恐怕也是这回 让两个孩子丧命的原因 但发生这样的事孩子就读的国小 校方表示两位学生平常在学校学习都正常 表现良好也不是辅导个案 会全力配合调查并提供协助 社会局也会协助家属处理后续 伤葬相关事宜 但做母亲的带着两个女儿下水之后 自己却上了案 也让自己成了杀人嫌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